Maisy、陳美思和朱惠敏在日本沖繩拍攝旅遊特輯 不過日前天雨露滑,所以善態連人帶車衝進幾百米深的斜坡 加上和日本警方語言不通和意外地點偏僻 令他們半天調長達30分鐘才被救 幸好他們兩人經過檢查後都沒有大礙,馬上回到香港 不過這件事就觸動了Maisy男朋友孫耀威 更加在微博上罵爆劇組為何要逼他開車 而更加大爆女藝人被迫和男工作人員同房 而這日他們兩人現身香港機場 駱小姐和李亞藍都向前慰問 令他們兩人忍不住激動落淚 那當時的情境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車頭都碎了,車尾都碎了 Maisy是打轉了,我坐在旁邊整個人吊著 後來那兩個工作人員也是兩個打在一起 所以大家那一刻都… 因為我們上山的時候,駕駛了一輛車 是要過半到兩個人後 其間我們上山的時候,根本一個人和一輛車都沒有過 所以我們當時,大家都在想,怎麼辦呢? 我們是很怕沒有人知道我們跌了 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們跌了去的時候 我們真的… 沒有人沒有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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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救我 我覺得很神奇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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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地方,我們駕駛了這麼多車 即是一個人避免的地方,竟然… 在… 但我們感覺上是一、兩分鐘之內 突然間有兩個日本人跑過來 問我們什麼事 然後那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是懂得說英文的 可以幫到我們 而且如果不是有他們幫我們報警 就算我們打了電話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自己在哪裡 說不出什麼警察 其實我們在哪裡來,哪裡就說了 以我記憶所及 我都不知道過得多久 我們只是… 這裡大約… 後來警察他們都回來了 整個時間是30分鐘至40分鐘 即是… 由我們駕車到比較出來 在這個時間 其實真的很不錯 但宣耀威就說 你被迫要全程駕車 但他就說你不會駕車的 是呀 因為其實我本身… 其實我去之前… 我的男朋友已經說 因為他見過我駕車 他知道我的… 我手車其實一點都不熟 我有車牌 但我一向都沒有駕車 而且我是怕駕車 其實你之前有多久沒有駕車? 我都有差不多一年駕車 另外老孫也都提到 說你們被迫要跟男工作人員同房 那究竟又怎樣 有一天 但有一晚 就… 的確是… 去到我的時候 就發現 要住在一間… 四張六甲床的房間 我記得附近應該還有那間店 我說我可不可以去找另一間呢? 那結果我就… 我跟Billy 無論自己給我 什麼都好 我們去找另一間 所以我們今天就搬去另一間 叫做小冬 不客氣… 謝謝… 謝謝… 我在這次找到小PL